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地方的国四车基本上是08年以后 咱们国内强制实施国四应该是13年1月份以后 所以这个标准还是很宽泛的 我们大连的机动车保有量大概是有180万辆左右 但是国四及国四以下的车大概还能有六七十万辆 这么大的基数我觉得问题不大 如果你不是在比如说上海 深圳 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我觉得不用担心 可以放心购买 我们最近卖了很多这个二手车 基本都是国四没有问题 在中小城市二间以下城市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不光是二手车 新车也是 就是说现在国六排放很多厂家都没有这种车 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城市 已经出台了很多这些政策 现在国五车疯狂反卖 性价比挺高 所以国五的车在我们这正常销售不受影响 这个时候出手国五的车 性价比挺高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 国五的车是15年以后才有的 现在车龄才两三年 都是挺新车 所以不用担心 国六来了 国五不用恐慌 国四就更不用担心了 老胡子看法是这样的 当然了 如果您在上海 广州 深圳 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那么还是国六吧 因为这个城市非常大 汽车包扰量也很大 说不定哪天出台一些限制 国三国四的车 不让进和音区 那损失就大了 所以不在这种大城市 一线城市生活 不用考虑这些事 关于排放的事 我们就先说到这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个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